一天早晨,大康和阿牛在爬山半路上看见了一袋金子,闪亮亮的,两个好朋友决定有下来的失去这袋金子的人,可是等啊等,等啊等,都没人来问你。 大康说,怎么办,太阳快下山了,都没人来找。天真的阿牛,却认为是神仙从天上掉下来,送给他们当礼物。 最后,城市的大康和阿牛,还是决定把正代金子交到警察局,到了那里,才知道是三个匪徒,拿抢金不说得到的,却不知道如何无打无装被大康和阿牛捡到了。 谢谢。 谢谢。